台東縣政府2日在台東加達迪布部落 舉辦原住民地區資源共管計畫說明會 希望讓部落族人對傳統領域資源共管 以及相關法規有更多認識 台東縣原民處表示今年已在線內六個部落開始 施辦共管機制計畫 未來也希望有更多部落加入共管機制 而長期規劃管理資本失地的加達迪布部落 也希望透過共管機制計畫 讓公部門與部落之間有更多意見溝通的機會 所以你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大家在一起 會很好的接觸 原基法第21條還有第21條 它雖然是有這樣的一個架構存在 可是相對的執法的部分 它規定的規範的還不是很清楚 那導致說現在其實我們對部落共管的概念 其實是模糊的 陳振中議員表示 雖然原基法強調保障原住民權益 但相關執法規定卻仍界定不清 也導致政府機關執行公務的過程中 侵害到部落權益 也期待透過立法 讓雙方能透過共管機制 形成維護傳統文化與自然資源的夥伴關係 原則新聞 郭文貴加特拉班台東市場的報導 請多指揮 請多指揮